随着俄乌之间的书记合同明年到期,北希尔项目明年即将建成,一场围绕天然气的博弈正在硝烟弥漫。 此前特朗普三刀五次拿北希尔开炮,先是要求德国终止这一项目,减少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,暂时威胁对参与北希尔的欧洲企业加以制裁。 最后直接在北约峰会上指责德国因为北希尔成为了俄罗斯的俘虏,一条输气管道,让特朗普倾施难安,甚至成为俄乌欧美四方博弈的焦点。 从俄罗斯直接抵达德国的海上输气管道,按照计划,该项目也有的俄罗斯,至德国海上管道北希尔的路线,铺设两条管道,新增550亿预方米天然气输送量, 满足欧洲10%的天然气需求。 从水路把俄罗斯天然气输送到德国,再经由德国转运到其他欧洲国家,明年建成后,德国将取代乌克兰,成为新的俄罗斯天然气欧洲转运枢纽。 届时,东欧国家或许将不得不从德国回扣天然气,不仅会面临价格上涨的难题,还要给德国脚内过境费,而新欧国家则不再需要给东欧国家脚难过境费,从而享有很大福利。 由此,欧洲的能源安全格局,可能就此改变。 波兰,乌克兰等国对卫西二项目极力反对,波兰是欧盟成员国,乌克兰也是欧盟的利益关系,两国的态度起诉轻重。 这让一些西欧大国十分为难,德国是欧盟最大的俄罗斯天然气进口国,然而,一边是低价能源的诱惑,一边是和自己关系紧张的俄罗斯,以及背后不断施压阻挠的美国。 默克尔举期不定,开始,默克尔顶住美国压力,转投俄罗斯,两国坚称,这一项目纯粹处于商业利益,不牵涉政治。 不过默克尔后来又白头说,将考虑政治因素,要求俄罗斯开通新管道线路后,继续接到乌克兰向欧洲输气。 默克尔说,不把乌克兰的转运地位讲清楚,我们不会用北溪二管道,而此时普京也展现了柔软的政治手段。 在同特朗普会面后的记者会上,他表示俄罗斯将会继续维持跨越乌克兰的天然气运输,并且俄方已经做好准备,在即将到来的谈判中签署协议,延长运输的实现。 乍一看,这场俄乌能源谈判之前各方的表态,好似一团迷雾,但实际上,普京留了后手,他此番的积极表态有一个前提,那就是俄两大能源巨头间的法律争端能够得到解决。 然而这并不容易,今年3月1日起,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,俄气停止向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供应天然气,这直接导致了严寒中的乌克兰突然陷入天然气短缺。 学校不得不停课,俄气,俄气如此不尽人情的起因,是前一天的一个法院判决。 2014年,俄罗斯和乌克兰因天然气纠纷,上诉至斯德哥尔摩仲裁法院,今年2月28日,斯德哥尔摩仲裁法院裁定无法胜诉,下令俄气向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支付25.6亿美元。 俄气首席执行官阿列克县尼勒表示,仲裁院的论据,是乌克兰经济极具恶化,我对此表示不同意。 我们坚决反对用俄气的资金,为乌克兰经济问题买单。 这种情况下,对俄气来说,继续执行合同从经济角度上完全不适宜,也无力可图。 俄气首席执行官阿列克希米勒。 自从2014年克里尼亚问题爆发后,俄乌之间已经多犯斗气,因此,对于这一次的谈判,外界普遍认为将会非常艰难。 眼看谈判破裂后,欧洲将直接从俄罗斯拿到低价的天然气,美国躲不住了。 正如特朗普在普退会后的记者会上说言,美国将在能源市场和俄罗斯竞争,一大北西二投入使用。 美国的液态天然气价格将大大高于俄罗斯的天然气价格,变得毫无竞争力。 另一面,地缘政治也是美国的考量因素。 在美国看来,俄罗斯可以用北西二这张牌牵制欧盟,并且使欧洲东西对立。 从而让北约从内部分裂,俄罗斯是欧洲最大的天然气供应国,承担了其需求总量的30%,而这其中有一半是经由乌克兰输地欧洲。 目前看来,乌克兰的中转枢纽地位和地缘政治优势还将继续维持,但能维持多久,要取决于乌克兰能奉与欧盟达成新的协议,以及欧盟和美国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给予支持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